骑到一半突然左转 这名蓝衣骑士把机车停在街口 坐在上面深情望着派出所大门考虑好久 接着他下车往警局内走 值班远警还以为他是要来问路 没想到是业绩自己找上门了 骑士当时一走进派出所 就来到值班台面前对着远警大喊说 自己刚才酒驾要远警赶紧逮捕他 这种要求值班远警还真的是没听过 地点在新北市板桥新海派出所 这名蔡庆骑士当时一走进派出所 就大喊我刚刚喝酒骑车要来自首 远警看了监视器确认他真的是骑车来 也当场实施酒册 酒册值高达0.49超标 依公共危险罪将他逮捕 酒醒后骑士自己离开警局等候通知 远警再问一次为何想自首 他说自己根本也不记得原因 其实这名41岁的蔡庆男子 在附近一间热炒店当厨师 因为疫情几乎没生意 当天和朋友在店内喝到凌晨还骑车走 最近疫情都没有小生意了 我都自己喝酒喝盲了 对啊有时候都是叫一些朋友过来啊 其实他自己工作的热炒店 外墙上就贴满各种酒后不开车 还有酒后代价的广告文宣 即便他忙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还酒驾 但他会来自首 也许这些不酒驾的宣导内容 早就刻在潜意识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